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關 講到健康了 很多人在家裡頭 覺得最親密 最親近的好朋友 就是冰箱了 可是你知道嗎 冰箱裡頭的好素材 好食材 如果你沒有保管好 保存好 搞不好好食材會變成好毒的毒材 那同時很多人的冰箱裡頭 都有秘密的法寶 像我桌上册一罐一罐的 都是我們健康好生活的好朋友 他們冰箱裡的寶 那這一些非常厲害的健康生活 應用的冰箱裡的寶 到底怎麼應用呢 待會我們要好好的來大公開 好 今天陪我們一起分享的好朋友 首先第一個好朋友是 醫生好朋友 劉博文醫生 大家好 好 再來是生活好朋友 洪淑貞 大家好 好 再來是中醫好朋友 周瑋倫醫生 大家好 好 再來是養生料理的好朋友 秋香姐姐 大家好 好 再來是廚房料理的好朋友 潘瑋翔師傅 哈囉 大家好 好 淑貞 我剛剛講 冰箱裡頭很多素材 你沒有處理好 真的本來好食材都會變獨裁 沒有錯 因為很多現代人 都把冰箱當成魔法箱來用 他都覺得食物只要放進冰箱裡 應該一輩子會永保 青春不會壞掉 其實這個觀念是大大的錯誤 比如說之前 這家大學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他們就把我們家庭的剩菜 從草青菜到紅燒鯨魚到紅燒肉 整個把它放到冰箱裡面去冰 看看他經過6小時 18小時 24小時會有什麼變化 結果發現一件很恐怖的事 草青菜在剛炒完的時候 他的小蝦酸鹽完全沒有過量 是完全合乎標準的 可是過了24小時之後 冰在冰箱裡面的草青菜 居然他的雅瀟酸鹽已經能飆破 一般我們的標準值的140%以上 也就是說 即使是本來好東西 放在冰箱裡面 它一樣可能會變成不好的東西 那更遑論有些人會說 我買的這個東西 可能本來已經不是很新鮮了 比如說他可能已經有一些菌在上面 他就誤以為說 把它冰在冰箱裡面 這個菌就會死翹翹了 其實錯了 這個菌不會死翹翹 因為它只是暫時繁殖變慢了 所以過去曾經有人發現說 有一些老人家 他把那冰很久之後拿來吃 結果發現還是做成食物中毒事件 所以冰箱不是魔術箱 也不是木乃伊的金字塔 他用錯是會出事的 真的 可是問一下劉醫師 冰箱顧名思義是冰的 而且跟溫度有關 那溫度低增的 我們各式各樣的素材食材 乃至於乾貨 或者我們常常有的時候 五穀雜糧熟食 通通放一塊冰 溫度的低增的 可以影響到食物或者食材的保存嗎 那是一定的 我們現在有些人會犯個錯誤 就是說 我這個 比如說這個湯 這個食物我煮完還熱的 我就拿到冰箱去放 這個幾個狀況 有人做過實驗 就是把那個雞蛋 我們知道雞蛋表面上有很多菌 那這些菌來講的話 他們把這個有放熱湯 跟沒有放熱湯 放冰箱去比 結果放了熱湯進去之後 它裡面雞蛋過兩到三天 表面那個菌 長得特別快 那你手摸的話 如果你沒洗手 那個蛋打得去 那個蛋黃半熟的話 會容易拉肚子 一般的 所以這個特別要小心 就是我們在 如果熱時放到冰箱 因為冰箱的溫度呢 本來是冷藏 譬如說零度 一度二度 它會瞬間往上騎著一度 你不要想像是一度或兩度 這個是蠻可怕的事情 再來可能大家忽略一個問題 我冰箱為了要把溫度降低 耗電特別快 對 所以說你家電會增加 這是你可能是想像不到的結果 好 那冰箱裡頭 到底有哪些法寶呢 今天我們第一個要分享的專家 就是周伟倫 周太醫 這個觀眾朋友不曉得 周太醫是個很妙的太醫 他的冰箱裡頭 有各式各樣人生秘密 對對對 來 今天先公開什麼 對 因為我不知道說 一定要整理過冰箱才拍照 所以這是我比較 對 我這次比較有一點誤差的地方 那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屬於冷藏部分 來 太醫 太醫來 太醫果然愛喝酒 我們家會不會壞掉就是酒 我發現周太醫上面是醬料 這一排都是酒 這邊也是有一些酒 因為酒 酒的話一定要放進去 隨時要喝的時候是可以喝的 然後另外就是醬料部分 你會發現這些都是開過的 只要有開過一定要放到冰箱去 因為剛才劉醫師說溫度真的是 我這是不好的示範就是說 我們有些東西其實一打開冰箱之後 十五秒之後 他的溫度是上升十八度 到五到十八度 所以其實這個溫度是太高了 很不適合 所以像牛奶之類的 還有辣醬類 所以這兩個都被我淘汰 因為這居然是發霉了 我後來發現他是發霉 你為了錄本節目這一集 請一下冰箱 然後趕快倒下了 對這個後來被我丟掉 但是你會發現說 我很多東西都會放到冰箱 包括粉劑 有沒有看到太白粉之類的 或是抹茶粉之類的 還有次上的五穀雜糧之類的 都放裡面的 這裡頭有各式各樣的五穀雜糧 是是就像五穀雜糧劑 我裡面大概有四十種 五穀雜糧都放兩個冷藏的地方 而且我發現你都分裝包裝好 然後可能是不同的東西 用不同的塑膠袋 那把它密合密封起來包裝 我現在發現說媽媽很奇怪 媽媽很喜歡放在塞冰箱 沒有錯 就一塞之後 她忘記那是什麼了 所以你把它分分別類 她很清楚就看到 魚啊 肉啊什麼 她看清楚 因為你會忘記 然後因為周太醫本身是個中醫 所以她的冰箱會有這個奇增益壽 請問你這是什麼 這是雪哈 雪哈就是我們說的一個 在那個腋下有沒有 蛤蟆 一種癩蛤蟆 長在那邊圈養的 東北銀蛙 對 一個叫雪蛤 什麼叫東北銀蛙 有多贏 是這樣子 因為一般來講 雪哈是什麼 雪哈是要特別的一種 品種的青蛙 叫做東北銀蛙 東北銀蛙身上的 這個金囊的部分 就是蘇金管的部分 也就是目前人家很多人 常常用的保養用的一個 很珍貴的保養品 我覺得比較奇套的是 這個不會是蘇金管 不是 我要跟你講的是 這個周太醫最奇特的地方是 我們一般人看到的雪哈 它是已經處理好了 就一段一段白白的 它是乾燥的狀況 我只要拿出來發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連 全屎給他拿出來 連他的頭 他的身體都漏到 但是他也是乾燥的 他是一隻 一隻腳 已經僵硬的雪哈 賴蛤蟆的一種 但你就是把他的肚子剪開之後 你可以在深夜沒事的時候 就自己把他的蘇金管 慢慢地打出來 因為他這樣子比較乾燥 要不要再去捕頭 要不要再撿雪哈 你有沒有覺得很像很恐怖 恐怖片 有沒有一個晚上再拿著 那個青蛙這樣撿撿撿撿撿 然後把那一段撿起來 然後我問他說 那你屍體的其他部分要放來 要做丟掉 丟掉就好 因為這東西很多在外面 是買到假貨 很多人用一些洋菜凍 或是假的 而且潮濕會發霉 所以我裡面買乾燥的 一隻一隻之後 回來自己撿會比較好 因為他一隻之後 他可以膨脹 比方一小盒的雪哈 他可以膨脹成一個游泳池 他很大 所以可以三天吃啦 五天吃啦 所以還是滿輕鬆的 所以類似人家發霧生一樣 小小一個 可是他膨脹超大 對他可以膨脹到五十倍到一百倍以上 所以他還是滿大的 而且他本身加上杏仁 冰糖都很好吃的 然後周太醫也是有一些基本的 中藥才乾的 因為有些都會爆冷凍 會比較安全 好 那請問你的蔬菜水果在哪裡 沒有啊 現場買就好啦 因為這東西買了以後 都會爛掉 對 好 那所以 周太醫今天要分享 我發現你們家非常喜歡這種醬料 瓶瓶罐罐 對 那你要分享一個 瓜瓜好健康的哈蜜瓜苦瓜醬 對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醫生怎麼會喜歡吃醃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發現說 有些食材 如果加上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的醃漬品 它其實是非常好吃 美味的 我們就把一個空罐子打開 好 所以周太醫要分享的 這個是哈蜜瓜加苦瓜的配方 所以要準備的材料是哈蜜瓜 哈蜜瓜有限定哪個品種嗎 我新生用的是七谷品種的 像七谷香啦 或甜蜜蜜都可以 可是有時候我們哈蜜瓜會吃到綠色的 別的顏色的 我喜歡是紅色紅肉的 為什麼 因為紅肉本身的味道是很香 像香水味道 而且揮發一個哈蜜瓜在家裡 會很香很香味道 青的那種洋香花 比較沒有那個味道出來的 所以你這個配方最好的選擇 是挑這種紅肉的 是 那我是建議大家 越飲越好 因為越飲越好的話 它可以做菸瓜 你紅肉已經熟了 就自己拿來吃 可是有時候你買太多的時候 吃不完 就可以趕快做個一兩香 然後可以吃一年左右 而且周太醫之所以分享 這個是因為這個季節 是哈蜜瓜能來盛產的季節 它一年兩產 所以這時候是剛好是盛產的時候 所以這個哈蜜瓜 也是大家可以分享著做 對 那我們就把它納入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先放一層 我們準備一個玻璃罐 對 先把它放一層之後 我就放兩湯匙的鹽 然後我們再兩湯匙的糖 然後再很大氣的 放那兩湯匙的鹽下去 好 因為我們完全不加水 對 那我們現在再加上 我們說的豆粕 豆粕本身是 我們再把它撒上去一點點 讓它平均一點次要放下去 這種豆粕要去哪裡買 去市場就好了 然後有人是加米粕對不對 像這是米粕 米粕是秋天之後就沒有了 自動就是開始賣豆粕 開始 因為它發的和曬的問題 所以有米粕加米粕 有豆粕加豆粕 對 那因為這個罐子太大 所以事實上我們會一層哈蜜瓜 一層糖 一層鹽下去 讓它平均一點 好 我們這個罐子 是為了示範給觀眾朋友錄影 這個拍得比較清楚 那放了兩匙的糖 兩匙的鹽 歐尾是一層一比一 再放 可是這個就是非常天然的 豆粕配上的是哈蜜瓜 對 因為它本身會在打一些豆粕出來 對 它慢慢的會一層一層的會出水 所以倒是不用擔心 只是很多人都會喜歡說 放在太陽底下曬個一個月 我是建議不要 我都是放三天之後 讓它變色之後 我立刻放到冰箱 慢慢的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東西太潮溼 而且我沒有做到非常真空 我們只有做淚真空的一個裝置的時候 它很容易就會發霉潮掉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說 不要一直放在 你以為很安全的戶外一直去曬 然後也不要放陰涼的地方 然後這樣子就一層一層把它放滿就可以了 那周太醫請教一下 你的這個哈蜜瓜醬 就這樣子把它密合起來 然後先陰涼的地方放三天 接著下來呢 我就放冰箱 那它就會出水 那多久之後會出水 大概是三週就可以吃 可是不漂亮 我會放到三個月以上 大概是類似這樣子 所以三個月後 它會長成這樣的壽司 對 它顏色也會變 因為慢慢的會核化 會變 所以它味道就出來了 它現在是醬瓜味 就是鹽醬瓜 對 它慢慢會出水出來 那有些人是怕說出水 它覺得很可惜 它會少 它會加到米酒進去 這個水都是它天然出的 是的 還有我加一點米酒 所以酒味下去 是這樣子 那現在我就用這個瓜來做一個 那加米酒的順序是什麼時候加 加米酒是直接放進去就可以了 讓它就自己在裡面發酵就可以了 所以也可以這一個版本 再略加一點米酒 是的 是的 然後讓它去發 是是是 那我先就用這個醬瓜去煮 醬瓜 這哈蜜瓜 哈味雞下去了 哈味雞 對 好 那可是你剛剛的 瓜瓜好健康 苦瓜要幹嘛 苦瓜是 我怕到時候被秋香姐姐 攻擊說我都沒有加蔬菜 所以我就 一般來也會做這種攻擊的 只有你對面這個人 不是 秋香姐姐 對 我就是放 然後兩個 我覺得兩個瓜就可以了 兩個瓜 因為它有鹹 它醃漬的就很鹹 所以它是醬瓜的概念 它跟醃鳳梨是類似的概念 對不對 對 那我不會加上湯 那湯還留著 搞不好下次還可以再醃 真的喔 湯汁把它留著下一波還可以再醃 而且還可以蒸魚 蒸肉還不錯 那我們就納入我們的雞腿肉 所以這個瓜跟蛋白質是可以合的 是 所以並不一定是肉 魚也可以嘛 魚也可以 對 蛋白質類都可以 那有些人它是吃素 我們會加上角白筍或杏鮑 我也OK 那有些人他喜歡汆燙 那有時候你是把浮沫去掉就可以 讓它慢慢的煮 那這次後呢 我會加上苦瓜 因為怕蔬菜不夠 苦瓜就放進去 所以我們只有兩片的哈密瓜的醬瓜 加上的是苦瓜跟雞肉 那問一下肅清 剛剛我們周太醫做的是哈密瓜的醬瓜 哈密瓜聽說是瓜中之王 它瓜中之王有幾個可能 這個稱號來由 第一個老實說 據說哈密瓜因為品種不同 它有各種不同的香味 有些有什麼檸檬香 有些不同的香味 所以當年據說那個 他們進貢的時候 其實把這個甜瓜進貢到中國 那中國想說這到底是什麼瓜 然後他說這就是哈密來的 所以後來就叫做哈密瓜 那哈密瓜它現在的特色 如果在當季吃 老實說非常非常的甜 它的含糖量 可以高達15%以上都有可能 那除了甜跟香之外 它有個特色 就是說它其實 鈣铃鐵的含量都不低 另外一個重點是什麼呢 大家看它的顏色 尤其像現在這種紅肉瓜 所以你就知道說 它的維他命A的含量 也是不少的 這個搞不好是有 β胡蘿蔔素 或者維生素A 沒錯 對 玉米黃素搞不好都有 是 都可能有 所以老實來講就是說 是一個營養也豐富 然後呢 甜味又高 然後香氣又足的一個瓜 所以難怪會被稱為瓜中之王 那問一下劉醫師 聽說它富含鈣鐵磷 而且它的鐵質很豐富 它鐵真的很高 其實不要看這個是瓜 但我們先講它的G.I.質 其實如果甜的話 G.I.質也會高到55% 是60%以上 所以在糖尿病人要特別小心 不過它鐵來講是真的很高 也就是它那個鐵跟這個牛奶 有時候比牛奶多了17倍 同樣單位來講 那比劑量高了2到3倍 我們在婦女 有的時候講說 有的時候周太醫在那邊講 我們就說 這個不要吃太涼的東西 可是瓜裡面來講 它這裡面有很高的鐵 那在我們更年級之後 有些貧瘍血的婦女 是缺鐵性的婦女 如果是身體是比較噪點的話 我認為吃點這個 哈密瓜是來補鐵是不錯 那剛剛講的維生素A嘛 對不對 維生素A對眼睛不錯 我們一般在 體育經過更年之後的婦女 常常會有肝眼症 對 感眼症來講的話 我們特別要特別注意 不是光葉黃素 其實維生素A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現在台灣的國人 大概維生素A也普遍缺乏 坦白講 所以事實上 有時候把哈密瓜那個 當水果吃就算了 那你看周太醫又把它這個 做成一個虎哈哈嘛 是不是怎麼樣 那這來講鐵也蠻高的 我是覺得對一般的婦女來講 保健是非常好的 好 那周太醫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雞湯 通常這樣的雞湯要燉多久 差不多一個多鐘頭就可以 一個鐘頭就可以了 哇 那錄影的關係 我們今天這個是 周太醫事先燉好的 所以它的苦瓜跟它的哈密瓜 醬瓜都會釋放在燙汁中 對 因為有些人 他身體比較寒涼 他又喜歡吃哈密瓜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料理 去讓它可以增加 它的一個營養的豐富 而且對於腸胃比較不好的話 它可以去緩和它的腸胃不好 還有虛寒的特性 好 那我們就來試喝看看 我們周太醫的瓜瓜好煎湯 真的好好喝喔 好喝 超好喝 因為它本來放了那個苦瓜跟哈密瓜 我還在笑他說 你這煮的哪是瓜瓜雞湯 根本就苦哈哈雞湯 可是後來發現 苦哈哈鮮甜不苦 也沒有苦味 它就是一個 平常我們醬瓜會有的特殊的鹹香味 對 然後搭配上它這個 裡面的鮮甜味 其實非常好喝 我覺得其實算是很成功的料理 而且我非常建議醬瓜 用這種料理方式 為什麼 因為我們家庭的自製醬瓜 有時候我們會比較在意說 想鹽不要放那麼多 怕說對健康不好 所以你可能自己鹽放的比較少 那再像台灣式的醬瓜 很少會放到醋或者是檸檬 所以它的酸性度並不低 PH值不低 所以PH值不低 鹽度又不高的情況下 它很容易進雜菌 所以它很容易有污染 那大家不要以為 只有肉類會有肉毒感菌 其實之前幾次的食物中毒事件 肉毒感菌素中毒事件 就包括醬瓜 所以說這個除了要在低溫儲藏之外 我會建議就是煮熟食用 這是最安全的方法 而且因為在鹽來說 我們說的這些 比方氯化鈉這些東西 鹽岸糖 它本身是天然的醃漬品 如果你怕台灣的溫度是很潮濕 鹽岸糖可以自然做一個保存 只是說鹽岸糖它可以去 它有個滲透壓關鍵 是它濃度很高 所以它會把你裡面 雞肉東西帶出來 讓它的那個酸碱是平衡 和濃度是平衡的 所以這樣對你的湯的味道風味 是可以加分的 而且劉醫師 我們周太醫這個雞湯 喝起來是清爽的 就是說實際上 它就是用這個瓜來提 這個雞湯的味 那相對上 其實喝起來順口 那也不會像有一些雞湯 太油膩太負擔 其實很多外面的都加了很多 不管是雞粉或是味精 其實喝完了之後 那個有的是頭會痛 頭會暈 那我已經講到血管受說 那它這個是本來就是裡面醃漬的 它是用甜 這個糖跟鹽嘛 所以它自然就滲出來了 那剛剛講說它是把那個雞肉的水 用滲頭要把它吸出來 但是這時候呢 它因為滲掉的關係 它互換 那裡面的一些糖跟鹽的分子 也會滲到雞肉裡面去 所以我們會吃起來的時候 特別雞肉的滲到這個味道 全部滲進去了 它雞肉是入味的 對 全部入進去的 對 沒錯 好 那謝謝我們周太醫 分享的這個瓜瓜寶 那接著下來 我們秋香姐姐要分享的也是寶 秋香姐姐的冰箱 也超好看的 紅蔥頭的皮是可以 所以你在吃這時候 它又可以平衡掉豬油的高熱量 又可以讓你身體的血管的內壁 是保持完整 不會有一些硬化的問題 不要吃完 來不及講話 好豐富啊 姐姐 你們家物魚子好多啊 是啊 而且我跟你說 我這個物魚子 你看我保存得很好 七年到現在 有的是去年的 是 而且我們秋香姐姐很妙 你這裡有一包白帶魚 這包也是白帶魚 是 然後這個是撒白魚 撒白魚 所以你放在這一個是 冷凍的位置的對不對 那我用就是說你塑膠帶以外 你外面用一個這個白包子 把它包起來 而且你會寫清楚白帶魚 不然你會拿錯包出來 所以 是 來 那我們快速過一下 秋香排醬料也很精采 你看這幾百塊 這幾個這是燕窩 這是超細吧 這個是豬油 這個是大蒜的 這兩個是油蔥的 這是油蔥的 這個是新的 那種 蒜仔青 蒜仔青 是 那這個要吃了 我給它退冰 那還沒有要吃了 我就把它凍冰 這是什麼 梅子 後面這一罐也是梅子 梅子 這個是小番茄 這個是腌大蒜 腌大蒜 是啊 糖蒜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洛神 林剛來做糖蒜 糖蒜就是基本上把生的蒜 直接來醃製 然後吃的時候就吃新鮮的 生的蒜的滋味 那這一個就是泡菜 這個是洛神花 厲害了 那這個都是姊姊的乾貨 那我還有一些就是調味料 就是會放到水手可以取得的 那我們秋香姐姐家的冰箱 絕對是非常豐富的 這個一樣是在開中藥房來的 剛剛周太醫讓我們認識了雪哈 來 姊姊 你乾貨也很多 這是什麼 那個是西洋生 但是這是野生的 所以比較瘦長這樣子 這個也是中藥菜 對 因為碰到有這個野生 我就會把它多埋起來的話 那這裡面是切片的高麗生 是 這邊還有一片烏魚子 我用那個牛皮子 然後這個就是秋香牌 常用的枸杞跟紅棗 是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四餅 我這個四餅就有五盒 我只是一盒的 其他在底下 對 其他在底下 因為你這樣才會看得到 你東西換來 四餅牌也能煮雞湯 煮雞湯 很好吃 然後你可以蹲那個萊雅 是 好喝 那秋香姐姐 我發現你的中藥材 也會盡量買完整的 然後當你要使用的時候 再去切片 或者再去分切 看要用多少 所以這整個都是你的中藥法 是 好那秋香姐姐 剛剛分享了這麼多醬料 今天就要分享剛剛 秀給觀眾朋友看的 油蔥跟油蔥酥 對啊這一瓶就在冰箱裡面 拿 請它出來的 然後這個油蔥 就是自己做的油蔥 對 你把它炸好的時候 就趕快把它撈起來 那因為現在的油蔥非常貴 所以外面的油蔥真的 淋淋淋淋淋的油蔥都有了 那這個我們自己炸的油蔥 你看很漂亮 而且不會有哈掉的味道 不是那個 胡哈的味 就沒有油哈味 而且這種油蔥 你拌麵 拌飯 拌青菜都超香 很多台菜 炸這味都是油蔥對不對 對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 自己做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在上次的那個 黑心油事件當中 有一家廠商 他也名列使用黑心油 大概前幾名 幾乎都沒有被爆出來 他其實就是一家在做這個 專門做油蔥酥的工廠 對 那你想想看 這些炸油蔥酥的時候 他怎麼可能去幫你買 非常非常好的油來炸油蔥酥 他一斤賣多少錢了 所以我就覺得你在外面買油蔥酥 你還要擔心他這個油怎麼樣 那如果你自己油控炸起來的話 我覺得算是相對安全的選擇 好 那姐姐油蔥怎麼做 你看我這個就是很漂亮的那個 紅蔥口把它切片 那我的做法其實就是很簡單 我自己我會用豬油 其實我這個豬油 一般以為說炸豬油很麻煩 其實不會 我們把這個豬油 好了 今天不用那麼多好了 好 那我這個時間 我們看起來 這時間大概是七分鐘而已 那我會放一點點水 所以叫做水油蒸 好 水油蒸 可是我買哪一塊的板油 這個就是你跟他講豬板油 他就知道了 豬板油今天的配方 這大概多少 就豬板油 我今天這邊大概就是六兩 好 六兩 然後把它切塊 六到八兩架的 然後你就倒大概兩三湯匙的水 對 差不多這樣就好了 那兩三湯匙的水 這樣要蓋上去水油蒸 好 那維持中火嗎 我先給他就是滾了以後 再給他小一點的火 那通常這樣要水油蒸多久 它等到它的水分通通流失的時候 它的那個肉就大概是熟的 那這個時候水分沒有 它就開始油就很快速的就會冒出來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沒有放水 它慢慢去炸油的話 你相對的時間就要加大概三分之二出來 對 所以水油蒸就比較快 它你把它就是大概 要攪拌一下 對 攪拌一下 那沒關係我們這邊 反正讓它繼續蒸 全部做完的時候它大概就好了 好 那我這裡已經有做好的 那我這個醬油我也是昨天 我炸好了我把這個倒在碗裡面 然後我就利用那個鍋子我再煮醬油 所以是上面會有一些油的豬油的那個 那我這個是要豬油拌飯啦 我自己煮的 因為我是用那個比較 就是沒有調味的醬油 黑豆醬油 然後呢 因為它會偏鹹 所以我是加一點水 加一點點的冰糖 加一滴滴的蠔油 幾滴的蠔油就好了 那它就會有鮮味出來 就變成你的豬油拌飯的豬油拌飯 醬汁配方了 對 還有拌麵 我今天做的是一個秋香版的雞肉飯 還有一個比較台式味道的一個麵 好 那我們秋香姐姐跟觀眾朋友分享的是 雞肉飯可以自己做 這個應該是一般的雞胸肉 雞胸肉怎麼樣做到這樣的雞絲呢 就把它丟進去煮就好了 煮了之後把它剝絲就好 對 你在煮的時候就給它一點點酒 煮好了就把它剝絲 你剝完絲 你看看你其他的 要去做那個涼拌小黃瓜 或者是留著拌一些其他的雞絲拉皮都可以 我今天帶的這個是小拉麵 是拉麵 然後給它滾 好 那我現在這邊 因為我們既然要做一個雞肉飯 對 來 這是我煮好的飯 我們就準備這個姊姊用鍋子煮的這個白飯 家裡頭事先做好的白飯就可以做雞肉飯了 是 好 那我們其實 我們在那個飯要挑開的時候 是用筷子是最好的 你用筷子挑 筷子挑的時候 那個飯來鬆它 不會被切斷 米粒不會被切斷 好 那我就把它裝到這一碗 好 秋香排雞肉飯 好 這邊一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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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看你的飯量斟酌嘛 飯桶當然就可以吃多一點啦 是 好 來 好 那我們就把那個雞絲 好 我們姐姐的雞肉飯的雞絲就放下去 就把它鋪上來 好 然後呢 我的這個油 好 那把它就是挖一些起來 因為我們這邊盛孔比較黏嘛 對 它就有點結凍了嘛 是 那沒關係 我把它稍微的 我把它加熱一下 我們有一個大條根 底下有大條根 文綺也有夠聰明 我知道他要做什麼 他有隔水家的 對 來 小的幫你隔水 所以你下面燙麵 然後上面隔水家樂 很妙 它龍很快 是 真的 而且溫度對食材的變化有多大 是 你看隔水家樂立刻變好了 對 我們就把它淋上來 你看 這樣子就很漂亮對不對 好 來 我們這麼多的都把它倒下去 沒關係 今天更大塊 明天才會更減肥 沒有 我們姐姐因為養生好 她吃這個豬肉也要大塊 因為她都吃好的食材 而且她有控制節制量 因為是量 然後醬油下去 是 醬油下來 這個時候還要搭配什麼 你看這個 隔水肉飯 漂亮得這樣 黃瓜 這黃瓜也秋香排醃製 對 你可以吃看看 這個就是先抓一點點的鹽 把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再把它擠乾水分 再加糖跟一點醋 就只有糖跟醋 對 那也好吃到這樣 然後很好吃 真的很爽脆 好 那我這邊就是拉麵 那拉麵就是傳統的就是稻菜對不對 還有你看我很敬業 骨材也給你剩 骨材很好 對 那我為什麼不用那種黃麵 因為黃麵就是有一些油麵 對 或者有一些麵 擔心有一些澎紗 所以那基本上我們家那種麵 是被淘汰的 所以你們家會吃這種好的麵條 對 你看這個麵條也是比較黃的 這拉麵比較黃 如果你去買那個麵條是很白的 那也不對了 所以麵條其實有點黃色也是自然色 本來就是要黃 因為麵粉就是黃色的 那我們姐姐把麵燙好了之後 另外要拌一個麵 這樣子差不多 那我這個先放這邊 好 我們這樣的麵 因為我還要燙青菜 還要把剩下的這個 為什麼姐姐很喜歡燙麵呢 因為真的也是一鍋搞定 對 就是你水煮一鍋先把麵燙好 然後青菜準備好 今天有豆芽菜就燙豆芽菜 對不對 今天有高麗菜 也有比方說空心菜就燙這個空心菜 然後反正你任何東西都應該要配一點菜 我可以燙高麗菜 小孩子愛吃高麗菜 我愛吃地瓜葉 對 然後我老公他喜歡吃小白菜 我就可以這樣子 只要有這一根 還這一批是大白菜 這一批是什麼 馬上都在一鍋搞定這樣子 所以關鍵是醬料對不對 好 你看它已經 有沒有 很多油了對不對 水煮它就會這樣子把油脂補出來 它這上面會有一些水分 所以你拿開的時候 你看我剛剛是直直的拿 你千萬不要在這邊把它打開 真的喔 它會油爆喔 對 可是它到現在感覺那個溫度不是過爆的 那個跟傳統有一些人炸豬油 直接炸豬油的那個 所以這個叫做水煮法 對 放一點水下去 所以它不會 你看到現在 而且很白 有沒有 雪白的 我懂了 我阿嬤傳統的那一種炸 都是乾鍋直接炸 而且它會變黃色 對 會比較滑 這也是重點來的 為什麼我覺得說今天如果 因為有些人會一直覺得說 那豬油很不健康 可是我覺得就是 有時候真的就是一種台灣味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吃這樣的美味 怎麼樣在美味跟健康中間 尋求一個均衡點 第一個你可以挑好的豬油 第二個就是量要斟酌 那第三個就像邱香老師這樣 因為豬油在高溫 你把它炸豬油的過程中 就擔心它本來的好油 反而出現一些凡是脂肪 因為它在裂變 那所以說用這種水油法的話 等於說維持它不要過高溫 所以是防止它裂變的一個好方法 然後自己選擇豬油嘛 然後自己做不要太多 短時間把它用掉 我覺得其實也就是你在美味的情況下 可以選擇比較健康的一種方法 但是真的量還是要控制 你不要每天跟我說 你都要吃豬油飯飯 那還要跟我說 那我這樣心血管要很輕 那我真的也沒辦法 我不是神 但你偶爾來一個真的 我覺得它還好 然後油沖下去 對 油沖要等一下 油沖要灑在上面 好 這個時候還是要醬油對不對 對 這真的古早味 文姊 這真的古早味 好 把它拌一拌 然後油沖下去 哇 這樣就開始上菜了 還有 你們加上 還有雞絲 沒有 雞絲其實是飯 麵也可以 這個同學你這樣子要加10塊 嗯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一鍋 這一鍋 你看看 它幾乎融啊 可不可以 那我們今天因為錄影示範的關係 我們姊姊要先把它撈一部分起來 好 我先把它撈一些起來 好 好 所以在家裡頭自己做的時候 可以再花個兩三分鐘 那讓它這個更多的油脂 讓它溶解出來 溶出來 是 哇賽 你看它那個油色 都還是青色 對啊 很青 好 那我現在我要把這個丟進來了 你沒有撈乾淨就可以下紅頭了 對 就給它一些在上面 這樣子你才看得出來 我這是醬油沖 而且我提醒觀眾朋友 我們家姊姊現在是小火 就是說到了這個步驟 不需要太大火 對 因為你要加這個紅蔥以前 一定要先關小火 為什麼 因為有些時候 你炸很滿的時候 因為我有一次我就炸比較滿 然後因為它比較滿 它的溫度一定相對比較高 所以我油沖下去 我忘記關小火的時候 它就整個爆滿 所以我就 那一鍋裡面就有四分之一 跑到外面來 我懂 我懂 你炸這個你一定要去把它拉 你要一直去破它 它又開始變成黃褐色了 對 就是這樣子 有 黃褐色了 開始就是這樣 這真的是我們阿嬤的造型味 對 要這樣子變這個顏色 不然的話就會那個 這就是台灣味 這就是阿嬤味 好 來 那你就把它放在那邊 二廚幫你拿 好 所以我們要再準備這個綠勺 是 把油沖的沖跟油分開 是 讚 好 現在的顏色跟我們這樣的乾貨 我給鏡頭拍一下 其實還有一點色差 所以這個油沖 大概這樣的顏色就可以取出來 那放乾之後會比較深一點點的咖啡色 對 一定會很深 那就好了 我們就來試吃囉 哇 紅秋香姐姐的油沖 真的拌麵拌飯都超好吃 這個飯真的是阿嬤古早味 對啊 以前就是回家很餓的時候 含雞飯 拌這個豬油跟醬油就很好吃了 對 超好吃 我們牛吃肉結超好吃 很好吃 吃完了來不及講話 真的 我非常建議大家在冬天來說 吃一些這個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台灣人那麼聰明 為什麼除了油沖素 除了沒有油香菜酥 油酒菜酥 因為其實油沖素它本身 對於整個手腳的溫暖 還有促進血液循環 甚至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在切油沖素的時候 秋香姐剛才可能沒有講到 就是我們在切 不要去剝掉皮 弄得很乾淨 因為它就是重要是在 紅蔥頭的皮是可以 所以你在吃這時候 它又可以平衡掉豬油的高熱量 又可以讓你身體的血管的內壁 是保持完整 你不會有一些硬化的問題 而且因為它實在太好吃了 我跟你講 這種甜香味 這種油又不會黏在嘴巴裡面的 好油的味道 好吃的爆炸 所以我要幫他說一句好話 大家一直覺得豬油很差 可是事實上豬油的飽和脂肪的含量 大概是40% 那如果跟牛油比 牛油大概有70%幾 如果跟椰子油或棕魚油比 它們到90%幾 所以飽和脂肪的含量來講 其實豬油的比例並不算高 而且它的不飽和脂肪酸還要60幾 所以它還是一個不飽和脂肪酸 比飽和脂肪酸高的油脂 所以你知道我們適度不要太多 不要過量 你偶爾這樣子做一點美味 而且因為它耐高溫 所以你在做這個煎早處炸的時候 都可以用到它 那這個時候其實適量 還是可以享受美味兼顧健康 真的 那除了我們秋香姐姐的台灣媽媽 餵油蔥味之外 這個潘潘也要分享一下 你們家冰箱跟你的萬用醬料 我們先看一下 我站在這邊完全就是你知道站不住 因為剛剛的兩位都太強 那個冰箱跟寶藏一樣 好啦 這個醬 我這個小單身男人沒辦法 因為這是什麼 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學校 回到家其實新鮮的東西 我大概都會就是馬上吃掉 那這罐是什麼 這是酒釀 這是我學生作為我的酒釀 然後這個也是我在學校炸的油蔥酥 油蔥酥 對 然後這是我爸做給我的那個 干貝小魚醬 半年爸爸也很適合 那聽說這三個是你今天要分享的吧 對 這就是有時候 因為其實中餐我就會吃油蔥酥 那西餐我就會吃那個香料醬 我就會吃那個綜合奶油的香料醬 這個是西餐的醬 對 很方便 遠遠一看還以為是醃製的火腿 對啊 很像 其實就是把奶油弄一弄 然後切片它就可以做使用 它就可以做個當成油蔥酥 很像就是很像改版的台式的 一個香料這樣子 很方便 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西式的萬用香料醬 對 西式的萬用醬 對 沒錯 那潘潘今天就要分享這個醬料的做法 對 連我這種笨蛋都會做 很方便 把它放上來 是 如果烤麵包也會超香 很方便 那這樣的做法 它應該要變得很juicy 很juicy 好好吃又好香喔 那其實很簡單 這邊 今天要做兩個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是堅果的香料的 那有兩種方法 一種當然就是你可以選擇用這種 食物調理機 來 我們先下黑橄欖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是地中海風味的 那我們就是黑橄欖 黑橄欖切片 然後就是酸豆 意大利人熱愛的黑橄欖跟酸豆 一起做入醬料 這裡還有一個蒜片 蒜片 大概兩顆左右的大蒜蒜片 對 其實這個很方便 只是因為它的基底其實就是奶油 那你要買品質好一點奶油 那這個是我們的辣椒 這個是辣椒粉 乾辣椒粉 對 乾辣椒 我把那個乾辣椒去紙 都打成末這樣 然後這是我們的梯魚 好 我們梯魚大概也是一小塊放下去 好 那就是我們先把它打一打 所以把這些素材喔 直接把它打碎 把它打碎 對 那這個要薄碎 就看自己喜歡的口感對不對 那通常打一打呢 它的味道實就出來了 我聞 OK 有它的酸豆跟蹄魚跟黑橄欖 滋味都出來了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就加大概等量的奶油 請問一下這個要挑無鹽奶油 還是怎麼樣的奶油 大部分我都是挑無鹽的 因為會根據呢 如果說你的食材 它是比較有鹹度的 你就比較不用再去做調和 好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鹽巴 跟胡椒 對 鹽巴可以自己斟酌來調味 自己斟酌 對 鹽巴和胡椒 那像這時候啊 有時候我會偷偷加一點 比如說櫻花蝦乾 對 它跟這個味道其實也蠻適合的 好 那我們把它拌一拌 那再放一點胡椒 一樣再把它拌碎 對 就這樣把它打碎 其實要讓它裁掉 整個通通都融合起來 對 我們看因為錄影的關係 它是拿這一個 器具來拉 如果有加粒頭攪拌器的 可以用攪拌器的攪拌器 其實用食物調理器的話 其實用食物調理器更快 就是電動的 對 而且今天呢 攝影棚比較冷 這奶油比較硬 好 那我們這樣打一打呢 它大概就會呈現這樣子的狀況 好 我們給鏡頭看一下這個質感 對 它就會呈現這樣子的狀況 對 OK 我把它挖一眼 它其實就是奶根醬 對 你看 它其實就是一個奶油醬的一個概念 好 那另外這邊呢 我們可以再來做一個 另外一種也是很棒的配方 就像比如說過年過節的時候 你會吃生成就堅果 我耐用堅果 堅果的碎啊 然後像這是迷迭香 去路邊拔兩根就夠了 迷迭香 然後這個呢 巴西利吃個宴會廳吃飯完就有了 然後呢 這是還有這個蒜末 蒜末 還有這個是我們的匈牙利紅椒粉 OK 好 你也可以用 所以這個基底是堅果醬 對 這基底就是堅果醬 那一樣 二分之一匙的鹽 然後一點點的胡椒 好 一點點的胡椒 好 所以它還是義式綜合香料 而且常常感覺上都是做意大利麵 常見的香料 沒錯 然後像你可以加一點麵包粉 好 麵包粉 那為什麼要加麵包粉呢 是這個方法呢 是我們可以 不管你是要去烤或去炒 你可以讓待會兒這個 一旦這個奶油融化之後呢 它的味道呢 釋放出來之後 它的表面呢 會有麵包粉的脆度 對 好 所以我們先把我們剛剛整合的香料 稍微拌勻一下 那差不多加入相當份量的 剛剛的無鹽奶油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配方的 堅果香料醬 它會有一點點堅果的口感 那它的香料 就剛剛這一些綜合的香料 對 如果你可以把它切碎 或者說買一些現成的香料粉類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樣壓制的方法 那這樣就是兩種 我們可以製作 一個可以用電動的 或者是一個呢 可以透過手工來製作 那二廚可以自己來玩一下 可以 但有點硬 因為今天天氣比較冷 所以這個可以跟小朋友類似玩黏土一樣 對 然後教它攪拌均勻嘛 對不對 沒錯 然後讓它這個香料 跟我們的奶油融合為一 然後這個做好之後呢 我通常大概就會把它做成像這樣 我就用 所以這個你會用保鮮膜 把它這個取出來 我大概就用保鮮膜呢 就把它全部放在我們的保鮮膜上 好 這種醬料變成烤麵包 或者烤魚 或者烤其他的蔬菜類 都可以來做一個 這個搭配嘛 對 這樣子放好之後呢 我們只要把它 不要用到你的手 因為它是油比較多 把它捏一捏 像捏壽司的概念 對 把它捏一隻好 到時候我們就這樣把它整條 捏一隻好之後把它捲起來 把它做形 對 其實這很方便 是因為我們利用奶油 來做一個連結 對不對 有時候啊 如果你是當天會吃完的東西 有時候你還可以加一些海鮮丁 所以當你在做的時候 最後要類似壽司一樣 對 然後這個兩邊把它密合起來 沒錯 連我這種笨蛋都會做 很方便 而且我現在理解了 然後當你冰到冰箱之後 它的質感會更硬 像這個是從冰箱取出來的 對 所以一次你需要多少的量 比方你要烤麵包好了 用這個配方烤麵包 你就取出來一點 然後放在麵包上 放在麵包上 那烤箱一融化 它就融化了 沒錯 而且這個如果你喜歡吃那種 炒義大利麵的 你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那我們今天就用這樣的方法 來做一個魚排 跟一個香料油來炒一個蔬菜 好 那我們這邊首先就準備我們的 這是鯛魚排 鯛魚排 那我們醃了 略醃一點鹽巴跟胡椒之後 我們來醃一點胡椒 好 醃一點鹽巴胡椒之後 我們就沾一點薄粉 對 好 鹽一下 沾一點薄粉 我現在聽懂了 所以有這樣現成的醬料 很多料理就變得容易多 而且就變得高級多了 可是你在外頭買的醬料 第一個你擔心它油的品質 第二個很多素材 不見得用到這麼好 那我們等於是用自己天然好的素材 做成的天然的醬料 沒錯 所以剛剛才會講 它要烤魚也OK 它要烤麵包也OK 它要炒義大利麵也OK 對 因為我們現在 奶油它比較大的問題 是它真的是 飽和脂肪含量比較 當然是真的奶油 你不要跟我講 反式脂肪的那個假奶油 就是你真的奶油 它還是有個問題 就是說它的飽和脂肪含量 確實比較高 因為可能高達70% 那這個情況下 因為一般我們認為 飽和脂肪過高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你的 比如說膽固醇 我們壞膽固醇會變高 或者相對你心血管危機會高 可是攀攀這個做法 提供什麼樣的好處 第一 你想想看我們每次 抹奶油在麵包上 你不自覺就會抹一大片 對 可是如果我在這裡面加了很多 像橄欖 酸豆 蹄魚 這些洋蔥 它其實是很好的食材 是不是相對減少你 奶油的使用量 對 一 你其實用一個很方便的技巧 又讓它好吃的情況下 減少奶油的使用量 對 第二個像它堅果這一類 等於說 雖然我的飽和油脂很高 可是因為我的堅果 含有很好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跟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所以我得平衡了飽和脂肪 太多的這個缺點 讓它這個去增加 它的不飽和脂肪的優點 所以這樣子你的奶油 從這麼不好就會變成 可以接受了 因為只要是一定的比例類 就是我們建議的 這個油脂的比例 所以你看它很聰明 在讓它更好吃的情況下 讓這個醬更方便的情況下 還更健康 是不是大家應該要學學看 是 而且它這兩個配方 我發現都很好吃 很好吃 它這個如果沾麵包 烤麵包一併 本身就超級好吃 所以其實像我自己 因為我一個人住 那沒有廚房 那我給一個小烤箱 那像這就是紅豆 紅豆跟起司 然後加奶油下去打 那這樣如果你切兩片 其實你要吃甜點就很方便 對 它就可以吃甜的 是 沒錯 好 那另外這邊 我們等一下做兩個做法 就是我們等一下利用一個 是我們這個酸豆啊 提魚感染的 這一個醬子是這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 是我們的堅果的 那我們來做一個不一樣的搭配 我們等一下把這個酸豆跟橄欖這個 來搭配一下我們的魚 然後另外堅果 我們來搭配我們的炒蔬菜 而且現場的關係 其實它現在有點軟化 那如果剛從冷凍庫拿出來 它剛好可以切成一片一片 它很硬 然後它又很好保存 而且奶油的量又不會上 就像孫姐剛剛講 你不會攝取 過度攝取 對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魚 其實它大概已經 應該誇手了 對 好 它還沒全熟 那等一下我們因為 還要再烤過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把它取出來 我們就把它放置在烤盤上 好 我們另外大概把它煎到六分熟 對 把它放到烤盤上 那我們再放到烤盤進烤箱 只是讓它烤得更乾香跟焦香 對 然後這樣的魚 它是不是 基本上它只有簡單的 鹽跟胡椒的味道 它並沒有其他多餘不餘的味道 所以它上面的醬料 就會去釋放它的滋味 對 所以我們就這樣把它放上來 這樣放一塊一塊的 把它放上來 是不是如果烤麵包也會超前 很方便 那就把它送到烤箱裡面去烤 好 通常這樣子大概還要烤多久 它會融化跟整合唯一的滋味 其實大概只要高溫 把上面烤化就好了 把上面烤酥脆就可以了 所以應該是蠻快的 應該蠻快的 對 大概五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烤它一下 好 然後接著呢 我們就利用了同鍋 剩下一些油脂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嘛 其實很方便 我們另外這一個呢 就是堅果的奶油 剛剛冠姐說很好吃這個 那我們不一定它一定要切片 你可以剛剛 比如說我今天要吃麵 好 我大概要這麼多 你就切一塊 留下來 那等一下多的呢 你就把它包一包 OK 再放回冰箱 好 那我們今天大概要這樣子量 那我們今天做這個青菜的時候呢 我們準備一些簡單的蔬菜 好 這是我們的橄欖菜 我們用剛剛那個鍋 剩下的一點點的油脂繼續炒 一樣是一鍋料理 我們今天的橄欖菜 就把它丟下來 然後這裡有我們的白花椰菜 白花椰 櫈瓜 今天的櫈瓜比較特別 今天我買到櫈瓜花 對 櫈瓜還有帶花的 上面是花 對 櫈瓜花 然後我們有一些小無精 好 好 還有一些小蘿蔔 真的 那我們一些蔬菜一起下 好漂亮 對 還有一些我們的這個黃櫈瓜 好 好 把它大概略微炒一下 好 那我們吃健康一點 剛剛一定有一點點油脂 對 那我們這是一點高湯 一點高湯 高湯丟下來 好 讓它稍微燜煮一下 對 好 因為我的蔬菜其實都切得滿薄的 它等一下很快就熟了 我們高湯來把它煮熟 這真的是意大利餐廳 而且很方便有沒有 你看意大利廚師好漂亮 我發現就是西式料理 其實它的顏色 你為什麼看起來這麼吸引人 是因為它運用了很多種的食材 然後讓這個顏色很多元很豐富 對 那我們這樣的蔬菜 我們大概把它稍微收汁 其實基本上 因為這是很快熟的蔬菜 它應該已經熟了 那最後其實這就很方便 你今天想要吃個西式料理 其實剛剛都原汁原味 我們連鹽巴胡椒什麼都沒加 好 我們這時候就把這個 剛剛的這個醬料直接下 直接丟下來 然後把它化開 我懂了 對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做意大利麵 分頭整理 處理那堆香料也挺麻煩的 對 然後更麻煩的是 香料你很多時候要乾燥 然後你一次買一點點 像你這樣辣椒粉一點點 你巴西里一點點 然後你各式各樣的香料一點點 你沒有吃完的 用一大罐 那它搞不好又炒化了 沒錯 你一次準備一點點就煩死了 真的 煩死了 可是你不買 你又炒一味 炒很多 沒錯 那你一次做好 一次整個下 對 這個速度又快 我可以用很快的方法 炒一個簡單的這個義大利麵 就把它放下來 然後如果說太乾 加一點點水就好了 這真的容易多了 而且剛才試吃了 他這個堅果奶油醬之後 我就原諒他了 為什麼 因為本來看到他那個冰箱裡面 他說有他爸爸做的 什麼小管干貝之類的 我就想說 怎麼不是帶那一罐 是帶這個奶油條來 對 可是其實這很好吃 很好吃 因為其實就是 變成另外一種西式的 一種很快速的一個醬料 對 而且我覺得喜歡西式 歐式麵包的人 沾這種醬也會超好吃 沒錯 好 那其實我們的蔬菜應該是ok了 他這樣只是吸附味道 而且發現這個奶油 一旦他乳化的同時 他就會附著到這個貝殼面裡面 而且同一時間 我們的烤魚也烤好了 對 好漂亮喔 ok 哇 這樣烤魚呢 其實它上面就是酥酥脆脆 等一下冷卻後酥酥脆脆 而且奶油多餘的油脂會流掉 對 但它香氣會流在雨上面 哇 那我們就來試吃了 ok 哇 王潘的萬用醬料 我理解它有多好用 對 它任何東西加青菜 加義大利麵加魚 通通都變成高檔的西式料理了 沒錯 因為那個香氣 其實都已經融合在油裡面 那你在奶油化開之後 而且蒸熱以後 那個香氣就會更足 更明顯 對 而且我跟你講 我平常就覺得說 台灣雕雖然說好料理也好煮 價格也好 可是我都覺得它會太乾涉了 可是它這樣的做法 台灣雕變得很香 好好吃又好香 然後台灣雕就沒有土味 對 因為它那個香料的味都蓋過了 可是這種西式的做法 我覺得對一般人來講 就會很方便 因為你買其他的魚片 你可以用一模一樣的做法 就把它做掉 對不對 好 那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 今天分享他們的冰箱裡的寶 那這些冰箱裡的寶的製作方法 我們也都會PO在臉書 歡迎觀眾朋友 上我們的臉書直接download 今天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 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